美方将有关社交事务海外服务站和中国外交领事官员恶意关联 无端指责 这完全是政治操弄 你提到海外警察站的事情 我们已经多次做过介绍 有关的说法毫无事实根据 根本不存在你所说的所谓的海外警察站 中国一贯坚持不干涉那种原则 严格遵守国际法 尊重各国司法主权 希望有关方面不应渲染炒作 借题发挥 七国集团外长会无视中方严正立场和客观事实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恶意污蔑抹黑中国 有关声明自立行间充斥着傲慢 偏见和反华恶华的险恶用心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并已向会议主办国日本方面提出严正交涉 我们再次敦促七国集团反攻自省自家的问题 并且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 不要魅于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 不要在居高临下对他国指手画脚 停止粗暴干涉别国内政 停止人为制造国际社会的对立和分裂 中方一贯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 同包括荷兰在内的各国开展友好合作 这种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我们奉劝相关的官员 摒弃冷战思维 停止渲染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 美台军事联系和美兽台武器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特别是817公报规定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严重威胁台海和平稳定 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不得到另一半 本身就是审判的 1,2,3,3,6,4,5,5,5,1